阿拉米达院 警方开通短讯报警渠道 从本周一开始 阿拉米达院警局调道中心 将接受市民的短讯报警 也就是说 除了可以拨打911电话之外 市民还可以以发送短讯到911的方式报警 警方发言人表示 在报警者无法拨打电话的情况下 尤其是对一些失聪或者是不可以讲话的残疾人士来说 发送短讯到911无疑也是一个有效的报警方式 不过目前短讯报警仍存在一些弊端 比如说无法使用GPS定位报警者的位置 也比如有时短讯发送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等 到目前为止 除了阿拉米达院之外 Richmond市 新年游市的警方都已经开通了短讯报警渠道 天后卫士记者 雷健感报道